OK 那你可以動嘛對不對 你可以動嘛 就是這個遊戲像你剛剛的防守為什麼會一直結摔 你知道吧 因為我一直摔嘛 對嘛 所以這遊戲的心理戰是怎麼開始呢 這裡在心理戰最簡單的就是分三個 摔 打解摔 基本上就是分摔跟打解摔 對你基本上你先分這兩個就好了 所以反正高手 目前的高手兩派 就是一種就是壓起身都用摔的 先看你的選擇 看你的選擇看你會不會解摔 然後另外一種的高手呢 就是蹲在你摔距外等你 看你會做什麼選擇 那通常我們會有幾種選擇 防守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延遲點 會不動 會解摔 會凹對不對 所以有兩種選擇可以去看 所以像我的話我是選擇摔那一派的 就是我用摔去看人家解摔 像Momoji他有說過 他是蹲在那邊看人家的動作 他蹲在那邊就可以知道他有沒有解摔 或者他延遲點 或者他凹 或者他是後肘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他選擇 然後去看你怎麼進攻 所以我們一般在玩的時候 你先看你是要哪一種 看是要我這種 還是我Momoji這種 就是先多摔 或者是你在摔距外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欠咪 這樣裝完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剛說的這種情況 就是你可以選擇摔 裝完不能退吧 好像就是 怎麼可能 裝完他媽的 裝完正極 來再來再來 我剛沒有後退 來裝完 來你摔我 怎麼可能 對啊 那裝完他媽66正他媽一堆的 所以你就這個樣子 就是就是看你要用哪一種選擇 比如說欠咪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過去摔 或者過去退一下 然後到這個地方 看他的選擇是什麼 假如說他現在的選擇是解摔 假如說他現在的選擇是解摔 那你是不是知道說這個人可能 他起碼起身會配解摔嘛 那我們起身就要配一個什麼 配個退康 或者配個延遲康 對不對 你起身假如說你會延遲解摔的話 我們就配一個延遲康 順便防你凹嘛 因為不知道你會不會凹 對不對 那 好 這就是心理戰的開始了 那 所以 我們就是要多利用這幾次機會 對 比方說我們一個鑽 我們看一個選擇 我們鑽兩次 看他的選擇 那鑽三次就看他怎麼選 假如說他三次都選解摔 那這個人我們打 我們就是 多退康 因為假如他解摔三次了 我們就多用這個東西 就比較容易能打到他 你懂嗎 然後當我們 假如說我們 他連續 假如說我們連續摔 他連續解摔三次 好 我們第四次用退康 假如他被退到了 第五次 第五次 然後我們繼續摔 摔到了 那他可能是改什麼 他可能是改成不動 或者是 或者是 延遲點之類的 對不對 但起碼我們摔能贏 那我們就知道說摔 起碼打他是平手 就是他可能會解摔 或者是贏 只有這兩種 所以我們的摔是不是就特別安全了 你懂嗎 就是假如說我們經過這五次 我們摔 他就只有解摔跟被我們摔 這兩種 我們摔是不是無敵了 我們只要一直摔他就好了 他沒有凹 那假如說我們繼續弄 然後發現他有凹了 那我們再配延遲 我們再配延遲康 或者退康 就可以防到凹了 你懂嗎 就是我們在進攻的時候 我們首先 最簡單的心點就是這個 我們先不要弄什麼延遲點 什麼後跳三小的 我們就最簡單的 凹解摔不解 凹解摔或者是延遲點也行 或者是速點 凹解摔速點 對 凹解摔速點 你用這三個去打 那速點 起身速點你打什麼 打人家延遲 打人家延遲 或者是打人家退康 你懂嗎 這個你就會把他點開嘛 對 所以你最簡單就是凹跟 或者是你更積極一點 就是你起身下中角 打人家退康 對不對 假如人家退康 你這個是不是能贏 對不對 你懂嗎 對 所以我們防守的時候 一開始心理上 我們先分了三個 可是六代是不是比較少起身速 呃 因為 有啊 還是很多啊 還是很多啊 因為 會點一套太痛了 不會不會不會 六代的第二神速點也很強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負的 起身速點也是 就是還一樣一樣會點 因為六代除非有一些消費的 就如果他是體感的話 其實六代比較難體感 那因為起身速點是一定會配啦 一定會配 就是配多配少而已 就是這個 這個遊戲的心理戰就是這樣 你先把他分成三個 因為高手會有更多選項 我們會延遲點 後跳 我們不動 我們一四一 我們起身Perry 對不對 就是起身Perry 是防那個速康嘛 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 先不要講那麼複雜了 我們先講三個 對 就是摔 防守的話 我們就是 我們先進攻來講 我們進攻就是摔 然後退康 然後 延遲康 基本上就這樣子就好了 基本上這樣子就好了 應該說速康吧 應該說速康 速康的話 算了也不用 就是摔跟退康 摔跟退康 跟延遲康 這樣就差不多 就延遲康我們用這樣子 我們用這樣子 把人家後走嘛 把人家後走 所以我們進攻 你先用這三招 去換 這樣就是一個心理戰的開始 那我第一個先手是延遲 對 延遲啊 延遲啊 第一個先手就是延遲啊 因為這個就是打人家延遲解嘛 打人家延遲解摔嘛 對 因為人家 除非他起身會速解 起身會速解 你就用速康 你就用速康去打他 對 所以 所以我們一般 如果是我啦 我會 我會喜歡 多摔 人家 反正人家 人家 你就是看他會不會凹嘛 你只要他只要不凹 你的摔是一定不會輸 你懂嗎 你凹只會輸摔 你凹只會輸摔 就是其他東西他解摔平手嘛 然後他做什麼延遲 三小的 不動 都被你摔嘛 對 所以摔很強 然後 你就是看他有其中選擇 你就是選擇克他的選擇 反正基本上圍繞這三個是主要的 而且他起身Perry也會被你摔嘛 所以他你又多贏一個選擇 再六代 你又多贏一個選擇 好 所以我們就是摔 打摔 你先基本上記這兩個就好 摔跟打摔 對不對 這是進攻最基本的 那防守也是同理 那防守的話 你看像剛我進攻你 你防守變成說你防守很少 你防守只有凹跟解摔 你防守只有凹跟解摔 你沒有 你沒有速點 你沒有延遲點嘛 你也沒有跳嘛 所以你是不是你的防守就會變得很容易拆 我只要摔你 或者是我只要延遲抗你 我一定不會輸 為什麼 因為你的防守只有解摔跟凹 我延遲抗是不是克你這兩個 你起上凹 凹不到我 然後你延遲解摔可能被我延遲抗抗到 你知道嗎 所以我剛如果打你 我認真打你 我用延遲抗我是100%不會輸 因為你沒有贏的選項嘛 對不對 掉是 我有配掉 但是 會不會你點在地上 然後跳不起來 然後 沒掉起來之後就被指定頭了 那是指定頭嘛 那個不一樣嘛 那個角色是另外一回事 指定頭角色另外一回事 他是摔啦 摔我是變成 我是 我自己覺得我習慣是不太解摔 不喜歡解摔 不喜歡解摔 對 你不要被發現 摔到受不了之後 你就會變得很容易解摔 對啊 那就是人家的布局嘛 所以 因為像高手有些戰術會是 做同樣的事情 做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再換 或者是做到底 就是正心理戰 正逆心理戰嘛 對 這我常說的正逆心理戰 那 那 你換個方式想 我們要怎麼變強呢 我們要變強是 假如說我們在防守方 我們要知道對手有怎麼進攻 比如說他很喜歡摔 那欠秘有什麼東西打摔 起身這個 你覺得對方要摔你就起身這個 對 我不知道 但是還沒辦法把他硬性在使這樣 對啊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知道說 我們在打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樣聰明的去打 我們聰明的去打呢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 合理的選擇 那比方說 我剛剛說 進攻 我們先用摔 或者是你要先用這樣看也可以 看他的選擇 比如說他在延遲點 或解摔 或者是不動 假如說我們第一次 我們利用一次 看到他 他這個人不是解摔 我們現在就開始用摔 你進攻就是打他沒有的防守選擇 或打他能贏他的防守選擇 然後 防守都是看他怎麼進攻 我們去選擇能贏他的進攻的那個防守 對不對 他進攻 他起身很喜歡敖 那我們做什麼 我們 假如我們技術是這樣壓 他起身敖了 我們該什麼 推扛 還有什麼 延遲扛 對嘛 延遲扛防凹嘛 對不對 對嘛 那這樣你就知道說打這個人 起碼我們這個可以配多一點 假如說我們今天這樣弄他 然後他被摔到了 我們知道什麼 我們知道他起碼不是解摔 也不是凹 對不對 他可能是不動或延遲點 或者是Perry 對不對 這三個 那我們摔是不是贏 所以我們就一定可以配摔 我們摔起碼能破他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進攻的時候 我們就是 看他有幾種選擇 他會凹 我們就配防凹退坑 他會 他會解摔 我們就配退坑 配延遲坑 他 他 然後 然後他會跳 或後後 我們就速坑 你懂嗎 就是你要看他有幾種選擇去配 而不是說我想打什麼打什麼 你懂嗎 就是像我的話 我就去看他 他會 像假如說他如果 不會配什麼後跳或速點的話 我起身不會速坑的 我一定是摔 跟延遲坑就配就好了 因為你的速坑打不到他 他沒有一個選擇會被你速坑打到 所以你的速坑就不要配 理解我意思嗎 我都變成我會提早 對啊 我會提早拆 就是 對呀 就是我前面摔了 後面我想說 那他這次可能會點 然後我就會自己先改成 不用啊 不用啊 對啊 這個是經驗的問題 我們也會大概預測對手在什麼程度 我們什麼時候會去改 對 但是這個是經驗的問題 這個你一開始不要想那麼多 你摔有成功你就繼續摔 然後你摔到他解摔了再退就好了 就是因為你看 就是我一直提早 對啦 我這樣我知道了 對你懂我意思嗎 我一直提早去幫他選 對啊 提早幫他改 因為你們不知道對手多強啊 你們沒有我們那麼多經驗 你們不知道就是你們的對手有多強的程度 像我比賽更多的是我直接摔他媽六七次摔到死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覺得我會改 但我就不改 就我大概知道他的程度 他可能會想逆心裡 他可能會想 就是我差不多不會摔會改了 我就我就逆著來 但這個是我們的經驗嘛 我很常沒折到 我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我太早幫他改了 對對對 所以心裡戰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我們的有效進攻就是一定要去看對手 你懂嗎 所以就是反正這兩個選擇 高手就做這兩個選擇 一開始我們不守對手的情況下 先摔 或者是先離開 摔去 就在這個位置 弄完之後 在這個位置 等一下 因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摔不到 就是再後面一點 裝完之後 我們在這個位置等一下 看他是做什麼選擇 做凹啊 做延遲點啊 做解摔啊 我們在這個位置都很清楚看到 他不動啊 一四一啊 跳走啊 厚厚 我們在這個位置都能看到 看做一個選擇 我們多一個選擇 這樣就是有效的進攻 而不是說 比如說他一直解摔 你還一直摔他 這不對嘛 他一直 他一直不跳 一直不厚厚 一直不速點 你還一直速康他 他起身就是蹲著 或延遲解摔 你的速康永遠打不到他 這就是無效的進攻 對 懂嗎 所以我們要聰明一點 防守的時候也是 我們防守看對方有幾種選擇 反正不外乎就是速康 速摔 延遲康 退康 就這幾種 你看他 哪一種配的比較多 他摔配的比較多 我們就這個配的比較多 他速康比較多 那我們就不動 或延遲解摔比較多 或者是Perry 或者是Perry 因為Perry也可以打速康嘛 有機會完美配到嘛 你就自己看他的選擇 哪一種比較多 我們就去配 這就是心理這樣 所以我才能說 就是什麼叫有效的進攻 就是這個樣子 就你不要說你自己 你自己想打什麼打什麼 你想摔想摔 你想速康想速康 沒有這回事 你要看對方 這樣子的話就會強很多 就是你先用 你先用最強的摔 去看 看他是哪一種選擇 最強的摔 我個人建議啦 因為你說蹲在那邊 你會 他萬一是 不動的話 你會錯一個機會 但其實見仁見智 因為你有可能第一次摔他就凹了 你這個的話反而就贏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 差不多差不多 看你想選哪一種 反正是我的話 普遍的高手啦 真的你去看 大概有七八成都是先摔 只有少數的一些 對自己立回可能比較有信心的 會少數先用這個東西去看 反正大概高手的選擇 都是延遲點 或幹嘛不動 或延遲後跳演 什麼什麼的 Perry 對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就是格鬥遊戲的 心理戰的最基本 就是你要如何有效的進攻 然後 這個是壓起身的嘛 後面還有一些什麼 就是後面就是一些改變節奏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點一下 再做事 點一下速康 就是我們這個壓起身的第一時間嘛 有時候我們是按完之後 按完之後一個正的東西 然後看他會按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們按一個負的東西之後 看他會做什麼選項 比如說他會點回來或者是幹嘛的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再做一些限制 對就是心理戰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延伸下去 這樣懂嗎 你說第二時間看他第二時間做什麼 類似 就是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我們做一個 比如說我們開始速康好了 對 比如說我們知道他起身可能會跳 可能會厚厚 可能會起身速點 對 我們開始速康了 那開始速康之後 假如說我們用這個速康擋住加1嘛 對擋住加1 我們開始速康之後就開始看他速康之後是做什麼動作 或者是我們壓直序 有時候我們不是 比如說線民不是這個 這角度不是可以壓直序嗎 正式嘛 正式之後就看他做什麼動作 就一樣 就你先用一個速康 先封他一個動作 然後看他後面的動作 然後他居然擋住好了 他動力才會扣 對 假如我們這個弄完 然後他不敢動 我們再繼續 假如他這樣弄完 然後他不敢動 我們就繼續這樣 然後他動力才就會扣 扣一格 對 類似 就是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行動是什麼 就是 就是起身那一瞬間跟你後面的那一下 就心理戰從這邊開始延伸 就比如說他有一些人他是起身不凹 他凹第二時間的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壓完之後 我們就配個防凹 配個退康 對不對 正的防凹 就是一個正式防凹嘛 就比如他起身 就你要發現他這個人的選擇是什麼 這個人起身不凹 他都凹第二時間的 我們就打一下我們就退康 我們起身就不要防 我們起身都速摔速康 防第二時間 有人懂我意思嗎 就是打人家的選擇 打人家的選擇 看人家進攻的幾種選擇 防守的幾種選擇 然後我們去克 反正 反正一開始我們就最基本的那幾趟 就是摔 打解摔 然後速點 對 你一開始就兩三種去 兩三種去做 這打摔跟打摔是一定 一定是 一定是正確的 摔跟打摔是最起碼最起碼一定要配的 對大概就這個樣子 就是心理戰後面你 選擇多了之後後面再開始慢慢 你去記哪一個可以贏哪一個 對 但是反正一定要有效 反正如果你真的不會 我到時候再把那個什麼選擇 就是高手所有選擇我會寫給你 然後 哪一個克哪一個 你發現對方用這個的時候 你有幾種選擇可以換 然後哪一個是平手 哪一個是贏 你要自己知道 比方說像我剛說 假如說他今天的選擇只有 不動跟解摔 我們的摔就是平手跟贏 我沒有輸的 我們就多摔他 但是你看他解摔多 我們就多退康 你懂嗎 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選擇有沒有輸的 沒有輸的我們就用嘛 對不對 我們只有平手我們不會輸 那我們摔幹嘛不摔對不對 人家他沒有一個選擇 他要怎麼樣贏我們 他要打我們摔 就比如說欠命的熱空殺 他才會贏我們摔 或者是什麼 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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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 他才會贏我們的摔 我們才會輸啊 所以我們平手跟贏的選項 我們就一直用 我們不會輸 對嘛 所以上這種選項就是很強 所以你要看 看哪一種對手 比方說 有一些角色他的凹是沒有對摔無敵的 那我們就 我們就一直摔他 他起身躲不了摔嘛 他沒有對摔無敵 他任何東西躲不了摔嘛 除非還有什麼 還有絕招 那有絕招的時候 我們再小心一點 就是可能摔就少一點點 看他會不會凹絕招 他如果也不會凹絕招 我們就摔爆他 對 然後他就摔摔摔摔 摔到受不了就開始解摔嘛 我們就退康就可以更容易了 因為反正我們先用一個 完全不會出的選擇 去弄人家 弄到他受不了了之後 我們再用一個 另外一個打他 打他現在的那個仿舟選擇 懂嗎 心情戰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起步 對 大概就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實戰上慢慢摸 OKOK 大概先講這樣 一把鉄那關 什麼新生訣 把這個開賞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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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